在地上立刻起來會 眼前全白 全白之後呢 前面會有一道光 哇 不要跟著那光 你太害怕了 你太害怕了 前面有螳光之後 就慢慢暈開 暈開 暈開 就看到清楚大家都還在 對 就要慢慢清楚之後 然後腦袋會有那種 嗡嗡嗡的聲音 就是突然血液可能要衝上來 就又正常了 又沒事了 然後突然會感到困惑 你會覺得有時候在跟你講話的時候 會有人把你的靈魂抽走 你不知道要飄去哪裡 你知道嗎 然後再回來 剛那一段是空掉的 你那時候在放空啦 我覺得 對 就不見了 就不知道你到底剛好有在講話嗎 就整個人被抽離 像我也會覺得 覺得頭暈目眩的時候是 有一次我在感冒很嚴重 然後那時候發燒 然後真的是臥病在床的那一種 但是我真的覺得不對勁了 覺得我要立即去看醫生了 然後我要走下去 要叫我家人的時候 我那時候一站起來 要準備下床的時候 我就真的眼前一片白 我以為我一下子 也是一片白 你沒有看到光芒 我沒有看到光芒 我真的是一片白就 嗯 然後也是一樣 嗯 一聲 然後就一片白 然後就冰陣了 沒有 然後就會有點暈眩的感覺 然後那時候就感覺很慌張 有點站不穩 就趕快蹲下來 然後之後我就是用爬的 爬去我 家人房門門口用腳 救命嗎 好可憐喔 因為我真的嚇到了 明天會這樣 對 你把他門打開的時候 有火栽一下 不要打開A門 在地上 我這樣打開門的時候 是先看前面 人呢 然後就看 不是在這裡啊 我就說 好慘喔 發燒我真的要去看 就是要送醫院的那一種 然後就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那一次有讓我嚇到 然後後來之後長大陸續 還有一兩次 就很少啦 就可能有時候是 比如說餓肚子的時候 餓到一個血糖很低 或怎麼樣的時候 也會突然就是一陣 暈了一下 Aubi 妳也會 她剛剛的三個人是吵 我會特別嚴重 就是所以我 蕊通告 我一定要很專心 我沒有辦法 就是譬如說 我在那外面很吵 就是接一個通告的電話 蕊通告 我不行欸 我就完全 我沒有辦法講電話 我會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我跟經紀人說 我蕊通告 我一定要就是 那你要等我一下 我要找一個安件的地方 坐下來 這樣我才可以天天走 就是好好的跟通告 是喔 對 不能分心 妳就是很容易被外界打倒 很容易我就飄走 如果對方一直講 然後我就不見了 對 就發呆了 所以妳知道我們這次在幹嘛嗎 妳剛剛是不是 剛剛那一碰有點燒 我有點燒 稍微也燒過了一下 她那一題那種 精神沒有辦法專心的 專心 對 就是最近很容易會失焦 眼睛會失焦 加上會有點耳鳴 然後就會覺得頭很暈這樣子 完蛋了 這個到底是什麼 失焦加耳鳴 這個很嚴重喔 這個到底是怎麼辦呢 好可怕 看一下這個找死的原因 可能會找死的原因 對 妳拿妳的意思就是 好可怕 妳的意思就是 好可怕 這些症狀是概要腦不好 為什麼呢 洪醫師 第一個叫視力模糊 為什麼會 視力模糊 其實當然我們要先把眼球 這個是你眼睛疾病 什麼老花眼 過度疲勞等等排除 但我們最後 我們看視力會進去裡面 譬如說我們常常有一些 腦中風的 或是說一些 它可能會出現一些什麼 腹視 或是說視野缺損 這個就是因為 它剛好是在那一塊的腦 它中風的氧氣死掉 那一塊細胞死掉了 它本來應該 只有看到一半的視野 真的喔 這些都是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它負責我們那個 這叫視神經的那一塊 所以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名字 叫 眼中風 有聽過眼中風 突然沒事 他起床就說突然看不見 這樣子那個血管突然毒死了 這個叫眼中風 第二個為什麼會覺得 昏眩失去平衡感 你們去看神經內科醫師有時候 他會叫你走直線 對 那在測什麼 測你的小腦 如果剛好你中風或缺氧的地磚 剛好是在小腦 小腦你就會沒辦法走直線 平衡感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說 你好像小腦特別發達 所以你可以玩體操等等這些 所以其實失去平衡感 或覺得昏眩 當然這個也有可能 跟你那個腦不好有關係 第三個 突然感覺到困惑 聽不懂別人的話 這個是大家 我們假如說剛剛謊神 或說做白日夢 其實這很多時候是跟自立 跟你學習 跟外界溝通出的問題 倒不是真的是腦子不好 其實腦子是一個 學習的一個過程 我相信你們的腦子 應該都還好 應該是一個習慣 你們不想聽的東西就不聽 或是你們習慣去放空 放空會進入一個 比較舒服的一個狀態 這個就是為什麼白日夢冒險 因為他個性就是很內斂 很害羞 可是他又想內心的衝突 沒辦法他就去藉由白日夢去做 對 是這樣子 當然是我們要講說 真正是腦子有一些缺氧中風的時候 當然也有可能 譬如我們講 也有耳中風 我們耳朵聽進去 你剛剛聽我那個命令 你們都聽的 一定是聽到腦子裡面去 如果說當然不好 就會感到困惑 聽不懂別人的話 這個當然這個也有可能是 講腦子的問題 所以他是一種病 然後會早死 其實很多的 假設我們講說 這些疾病 你有一些症狀出來 當然你也不用對號入座 說症狀我就一定是中風的強 但是可以去找神經內 可以是再做一下檢查這樣 是 那是不是其實有力的這種 給我已經提早死亡的案例 我先講一個人 但他沒有提早死亡 他是提早發現 其實你有沒有印象中 之前李登輝的 李總統去做一個 例如大家知道 他心臟好放支架 對 可是他後來還做一個 小的支架是什麼呢 他那時候有一陣時間 他常常有暈眩 然後他一直以為 他是那個眩暈症 那很多人都覺得 眩暈症應該就是耳朵的問題 中耳平衡什麼什麼 結果最後找到的原因是 其實李前總統 是因為他有一條 叫椎底動脈是不是 就是他就是某一條血管 通上去腦的地方 的地方很狹窄了 然後因為那太狹窄 有時候過去 有時候沒過去對不對 所以他會覺得暈眩 所以幸好他是及早發現 就趕快把它處理 否則他可能進一步 就會走到整個梗塞柱 因為像之前就有人 眉梗塞沒有注意是什麼 他是很特別 他那個時候是吃東西 他明明是一個吃東西 很簡單的動作 他覺得好怪 為什麼我最近吃東西 老是咬破嘴巴 因為他想說 可能是吃太快 可是很奇怪 一般我們咬破嘴巴 都是咬小小一個洞對不對 可是他的有時候 一咬就很大 很用力就咬下去 那個位置好像不對 那時候他們也沒多想 只是說吃東西不要這麼快 就要慢慢吃 後來才發現過沒多久之後 他就中風 原來是他咬東西附近 負責咀嚼的 這部分肌肉的控制 其實已經出問題 當時他其實是一個 也是一樣是輕微的 小中風狀態 去影響了他肌肉的控制 所以他沒有辦法協調咬到 所以他那個時候咬到 他一時覺得只是不小心咬到 而且怎麼那幾天 可以咬好多次 後來才發現就是中風了 這個我們誰沒有咬到 這樣也是 舌頭過 好可怕 那是我們還要留意 就是問題是已經頻率 常常咬到你要注意 那就不對勁 偶爾咬到那就算了 那可是真的意思 對 所以平常護腦很重要 中藝有什麼建議呢 對其實很重要就是護腦 就是要保持我們的 全身的血液循環要很通常 所以提供大家一道 就是活血通落茶 那裡面的材料呢 我們用核手烏 核手烏用三錢 然後再來我們用炒絕名字 也都用三錢 那再來呢 我們用山楂兩錢 然後單身跟赤勺 我們各用一錢 那這些藥材呢 我們把它洗乾淨之後 放入過濾袋裡面 然後我們可以放在鍋子裡面 加大概800到1000CC的飲用水 大火煮開之後呢 我們轉成小火 大概煎煮個20分鐘 就可以放涼來飲用了 所以這個藥材呢 它可以讓我們的血壓跟血脂 都下降比較穩定 而且可以促進循環 讓我們的筋絡通畅 可以防止動脈硬化 所以對於今天我們講的 心臟不好的人 肝臟不好跟腦不好的人 其實都有很好的保養作用 對 但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它有潤腸通便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腹瀉的人 就比較不適合飲用 再加上這些藥材 因為有活血化瘀 所以如果是產婦 如果是孕婦 都不適合喝 還有一些女性朋友 如果你的月經量很多的話 在月經期間也盡量不要喝到這道茶飲 好 所以今天講了這麼多 就是要告訴各位 如果妳有一些認為 那無所謂 小事情 有些症兆不要輕忽 對不對 尤其是我們今天 最在乎 應該就是洪哥的腦瀉 到底洪哥的心臟好不好 來 我一定趕快去檢查 然後跟大家報告一下 尤其是耳朵出了這個什麼 諧星皺紋 對 我要討論你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好可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